妈妈,我要听好文章。 爱的教育,亚米切斯,加富尔伯爵 孩子,你知道加富尔伯爵吗? 今天你就要写一个有关于他的作文,也许你知道他,但你真正了解加富尔伯爵吗? 现在,我就给你讲讲加富尔伯爵的故事吧。 多少年来,他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,人民安居乐业。 但是,意大利军队曾经在诺瓦提战役中一败涂地,是加富尔伯爵让这支军队在塞内亚大战中大获全胜,并且赢得了荣誉。 伯爵曾常年担任皮德蒙特的首相。 对其他将军来说,战场是极其危险的,而对于加富尔伯爵来说却不是这样。 他总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度过最为困难的时期。 伯爵经常都是在矛盾和痛苦中度过的,每次他从办公室走出来都特别的疲倦。 你想象不到他所面临的压力是多么巨大。 就在伯爵患上绝症的时候,他依然为国家考虑着。 当伯爵知道自己得了绝症的时候,特别的伤心,伤心他再也不能为国家尽力了。 接受治疗之后,伯爵依然在为国家大势着想,把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。 最后,当伯爵躺在病床上,再也不能工作的时候,国王亲自来看望他,他在昏迷中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人民,一定要教育孩子们,一定要教育孩子们和年轻人,要实行自由的政治。 伯爵最大的遗憾,你知道是什么吗? 并不是自己的生命将要结束,而是他太爱自己的祖国了。 一想到自己再也不能为祖国做贡献了,就感到极大的悲哀啊。 伯爵是在战斗的呐喊中逝世的,他生得伟大,死得光荣。 现在,安利科,你想想看,与那些心中怀有祖国,怀有人民的人相比,我们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? 我们的痛苦,我们的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呢? 孩子啊,当你路过加福尔伯爵雕像的时候,你再好好想想这一切吧,你的父亲。